是来自其他的代表队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这场是混合双打的比赛 中队的卢凯和黄亚琼 对阵马来西亚的一队选手 陈一泉和林于如 混双的另外一个半区 进入半决赛的两队选手都是中国队的 王一律下欢 对阵刘宇辰和洛盈 中国大赛赛的一大传统 就是打到八强四强之后 变成全国锦门赛 真是这样 一般在五个单向当中只有一个单向 每一届只有一个单向 到最后决赛的时候 有一个非中文队的选手 或者一对非中文队的选手 其他的就全都变成全国锦门赛 这比全国锦门赛的灯光 还有设施都好很多 好一点 服装肯定还是这个好看一些 这场球不出意外的话 还是我们中国队获胜 这场球不出意外的话 我们拿头顶的封网的逆水还是不错 但是没有能够顾好 黄雅琼是来自浙江 他的搭档卢凯来自广西 虽然卢凯现在有单打 滚栓和栓打 随着比赛如果说他的栓打 跟蔡云配的很默契的话 他的滚栓就必须要放弃 这个机会 可能受到了一定场地灯光的影响 卢凯这个选手 他是打混双出道的 他是最早取得好成绩 是在这个俱乐部联赛里边 他代表辽宁队和鱼洋搭档 曾经在俱乐部联赛里边 赢过张南和赵云磊 我觉得这种比赛还是比较爆冷门 就让人记住他了 升高的优势 出始辣球的击球比赛 升高是1.91 他家里他父亲是广西篮球连 第三个月 三小时 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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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六 八 五 六 六 黄小琼的失误 以前比较主动的游战球 黄小琼比卢凯要在国家队的这些选手当中要小一波 他是1994年出生的 他参加的世青赛也是在2011年 儒凯是09年参加的世青赛和亚军赛 从这几方看来 黄小琼他的出球打得还是比较傻 不过集中 你看他打得比较开 可是对于后餐儒凯的进攻就受到了一些影响 他一直要移动 臭对方两个人中间的结合步 但是这球出现 力量大了 看他输 看他输 有两条 7 4 5 5 7 1 5 1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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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1 1 2 1 2 2 2 1 2 1 2 2 1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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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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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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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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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可以说 能得分的一些战术路向 11比10 马来西亚的林云如和陈奕泉领先 到了第一局的间歇 好的 谈就是 酱小哥 你来点 添和膀脱 不要跟朋友 朋友的 block 危险 你 你把你的球的 你把他打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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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11-10 现在双方继续比赛 双方继续比赛 这个接发球是卢凯比较拿手 那这一局比赛里边 这个已经得了两分了 身高必残就有一米九一 他的必残就一米九一 在对抗当中 我们选手就在对抗当中 我们的手还是有一点收 就还是没有对方放得开 然后在整个产生的连贯上面 还要再加强一些 特别是卢凯中杀完之后 特别是卢凯中杀完之后 就是这比较好 他已经购买了 直接穷中杀了 粘从小冰险 简直到有点 serious 他会是比较好 才有了 脊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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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街发球职业得分 好 好 好 凌鱼的这个防水确实是漏洞比较大 基本上的颅牌打他就是一拍 现在在同样水平的对抗当中虽然是混凶 你觉得肯定是这帮男选手攻的对象 但这一局下来几乎每一次都是一拍就解决问题 这个防守也是 可能他在平时的训练当中没有对抗过这么高的对手 重杀的还是我们国家队的重杀的选手很多 他们会我们会用一些重杀的选手的从省里调上来 就是赔你刷 就是只要你会杀球就可以 所以买了下队的这一队选手 他们在场上就不能给中国队不能给卢凯攻 一旦给卢凯进攻的话 10个球他们要丢9分 只能在场上是想尽办法去抢前半场 我觉得我们的环远琼他在前半场 总感觉他在往前的连购还是差一点点 总是慢半排 老是拿不到特别主动的 而且他可以看到他想出手 有时候又收手是收脚 所以这是第一局比分还比较接近的主要原因 就是卢凯后场的进攻的威胁是非常大 但是他的同伴并没有再往前占据绝对的上风 从这打到现在来看 其实大体来说都是卢凯在得分 往前没有完全抢住 就是这个往前如果是像 比如说卢凯在全运会或者俱乐部 他跟鱼洋打 鱼洋在往前给他全抢住 估计没有几多人能打得过他们 累 快 快 这个组合对于卢凯来说 是一个不太一样的体验 他无论跟渔阳配队打混双 还是跟蔡云配队打男双 都是跟着打 老队员在前面 我就跟着后面打就行 但是他跟黄亚琼配队 黄亚琼比他还要小两岁 等于他要带着黄亚琼打 对于他来说 也是另外一个方面的锻炼 大队员在前面 马来西亚这一段在场上我觉得就是 他的基本功基本那个战术都没问题 就是没有缺少很犀利的那一下 像有些球去抓你往前的过渡球 他也去抓了 但是那一下不够凶 所以他还是缺少一拍后场的进攻 所以他就没有犀利的一个进攻 前期都是在铺垫都在创造 可是一旦拿到了一些机会的时候 我不能体现出效果 对 到后半局慢慢的这个比分是拉开了 20比15 现在鲁凯和黄亚琼获得了局点 第一局感觉两个人还没有发挥的特别好 特别是黄亚琼 再往前还没那么顺 我觉得他有点放不开 第二局可能能打得更 这分差会更大 21比15 鲁凯和黄亚琼胜了第一局 1比0领先 3 Tack 0 방 5 4 2 3 4 1 3 2 6 金色梦想 红色传奇 加多宝 邀您共赏 激情时刻 一场精彩分成的水母盛演即将上演 二次游戏 双方继续比赛 我们继续来看2014年中国羽毛球大师赛 混双半决赛的中国队卢凯和黄雅琼 对着马来西亚的陈一泉和林云如的这场比赛 第一局是21比15 卢凯黄雅琼取得了胜利 另外一边的半决赛也是两队中国队的选手 王一律和夏欢以及刘雨晨和洛颖 都是90后的小将 现在参加这次比赛的除了个别的老队员之外 多数都是91年到94年的年轻选手 已经是国家队新一批的队员了 像林丹 蔡云和富凯峰这是81到84年的这一步 打了十年现在还在打 可见在就是84年到91年的这中间 都被压住 都被压住 对三到四批队员都被压住 被压住了其实等于说就是很现实就没饭吃 怎么又打? 社伙师那里 两 一 这块沙球确实数应该有三百 两百八左右 马来西亚的女拳手林云如呢 她的防守虽然很糟糕 在第一局比赛表现 但是她的往前对对黄亚琼 两个女拳手在往前的对抢 她还是不处于下风 卢凯和黄亚琼 还是要减少自己的失误 裁判已经判为例 如果按照卢凯的三招 来发球的话 这球直接从我头上穿过 裁判也不好判为例 缺一比九 那一米九的人的过腰和一米七的人的过腰这个实际上在场上是不公平的 这得差了小二公分这个急修点 所以有裁判其实已经提出来 这个羽毛球的发球过腰过手把过腰应该取消 因为本身过腰你就很难界定 就是不能过手 你就是击球点的时候球拍接触球脱的那个击球点不能高于你的持拍手了 就是保留严格的不能过手 对过腰 你说裁判说判你过腰根本就蛮没办法区分 裁判也不知道你的这个腰的这个脊椎这个点在什么位置 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这个区分界限 所以也其实就是很合理的一个想法 这裁判界自己也在思考这个事 那你说你就说这个过腰只要不过手 就是过腰 你说1米6的人女选手 比如说1米6的女选手 他就是凭着拿到胸口 也没有男选手1米9 这个过腰高 不好判 而且在如果说有些民间在打比赛的时候 裁判真的不好判 心里盼望也会紧张 这是羽毛球现在的规则上一个漏洞 我觉得去边才都可以去掉 一般正式比赛 就是职业运动员的发球早就被固定化 这个街沙的质量也是够差的 这个街沙的质量也是够差的 看一看 其实在第二局的开局 对方加快了场上的连贯 他们很多球 你也看出他没有说我用权力来中杀 尽可能把球和前方的选手 赢得更紧 所以整个连贯快了 我们就比较吃力 一张 四 八 八 一 一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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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败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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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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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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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思路上乱 其实他们俩是有战术 就是这个战术的执行不够明确 他们俩的组合就是像徐晨跟马进那种组合 但是没有徐晨和马进那么清晰 最重要的还是 与选手给他的一个指导事情 像这种搭档 他明显就是特长突出的 但是你就别去走张南赵云磊那种全面的路 你明明你是突出型的 你就突出你的后攻前锋 女选手拼命的抢往 就来发挥男选手后场 你就别想我要打成张南和赵云磊那样 不可能的 好了 双弯回到场上继续比赛 就是这个卢凯在中半场的这种放网 他自己是非常没有把握的 我觉得在比赛里头 放网和挡网 看这对年轻选手来说也是一个锻炼 看到自己可以有踢高的地方 对 他的中半场打网一定要很好的 因为他到时跟他现在跟蔡云配双打 所以说他的整个中半场的控制就要更强 你看这个拍这拍是环磊磊要求太高 这么被动情况下 但是去前面鲁凯的那拍放网 让人家可以往下抹 因为两个人在场上还是要有一定的沟通 你像这个卢凯的进攻 他对角线占的比例现在非常大 这个比例已经是超出了一般混双的比例了 那应该跟自己的同伴有一个明确和沟通 我基本上就是攻对角 就是攻对方女的 那么让自己的同伴也知道你的进攻的主攻方向在哪 谢中博 和小阳两个教练还是显得有点着急的 现在是9比15落后 年轻教练员就你可以直接看出他的心理状态 老教练员坐在那边就无论你的输赢他都没有表情 这两拍连贯的还是非常漂亮的 这个直线然后抓对方回球抽一个对角 马来夏这两名选手也挺有经验 丢这一分之后控制一下节奏 擦擦汗 不让你的气势起来 这场球还是暴露出来卢凯和黄雅雄这一对年轻组合的 因为黄雅雄在往前的这种控制力没有那么强 现在当然他是一个94年的小将 这刚刚从青年队上了 所以对卢凯来说他不仅仅是要他这一拍进攻 他还得在中半场他有控制 对卢凯的要求也提升了 你看这个球就是那么你在攻对方女选手的时候 黄雅雄已经有预意识的到这边来拿直线 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这几分得的就是因为我们在脚下的移动快还是要连贯 先打的太不及重了比较傻 整个脚步都跑的比较偏 所以整个衔接还是要快一点 尽量调动一下自己的一个状态 像卢凯这个球就应该是胆直线中半场 不应该挑个推个大对角 所以我们在处理胆中半场这个环节上呢 球还是太少 我们就一个往前和一个后场 缺少了中半部 对方是一个滚网球 15-11 17-11 就是我们的整个场上的节奏被对方打了 就是我们的整个场上的节奏被对方打了 马来西亚这个男选手揭杀手上的变化是挺多的 可能卢凯不太敢攻他 攻完这让人家他手上出来这球 卢凯根本抓不着下一块 就是之前也说就卢凯的第一派进攻是没有问题的 单移动的第二派的时候 他整个身体就起不来 缺少一些连贯 这排打的就比较聪明 在对方都是注意力都在防你的重杀的情况下 突然一个批掉 一个软硬结合 熱热 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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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球 这个球黄小熊对方肯定是这种回放会比较多 他在前面这样的球太少了 抓对方 这排的处理就是很赶 所以他最需要这个状态 前面太没有了 这种球 因为这是黄小熊就是在场上 你就是这个任务 就是对方只要敢放网 你就要去能够抢住 因为对方肯定是不愿意起高球 直接给卢凯来打的 其实往往 而且这个指导思想更明确 因为你的后场不用担忧 很重 对方肯定要通过往前害怕到后场攻 这球又上慢了 马来西亚人军选手 陈一泉自个也出现了一个失误 比较离谱的失误 这样追到了15比17 皇亚琼发球 全关 这条反而是马来西亚的卢一卢 他的跟进非常快 只不过出现了失误 比方卢凯还一个 就是给对方这个下去 对方男选手 对方的这个男选手 他是有一个去中漫场给你 对他好像这个直线中漫场准备老是有些慢 当然他脚下移动肯定也是很弱点 对漂亮这球很漂亮 但是他是应该这么打 对只是可惜手上就是看到机会往下压太多了 这球是属于就手腕压太多了 尤其是打到这个分数 马来西亚队肯定是更不愿意调高球 黄小琼在往前更坚决 而且他用不着说我往前我一定要怎么扑死对手 你只要造成对方跳高球就行了 连续连排自己输 这个浙江姑娘是属于表情上看上去毫无表情 但是我估计他的心里这个波动完全不像脸上表现出来这么平静 所以心里七八十个小兔子在跳肯定属于 有往往面部表情看不出来的人他心里波动越大 所以另外一种解读就是说这是他脸上表情僵硬 比赛太紧张了毕竟是年龄小 机会 哎呀 这球我就放在那球不应该放 就是打气势也可以 而且19分的时候也不是很准确的判断 但是这个这对 就是停住 完全可以去打这一开 20比16马来西亚队获得了局点 不过这样时的比赛呢有一定的悬念 这个你前面不说了吗 今天节目一开始就说期待冷门 别冷门来了 你又可是你又不愿意了 可是这一个不算冷门 这个比赛我觉得谈不算冷门 就是很正常 其实最大的冷门就是阿丹跟小明王泽民 就是王泽民下一场王泽民一想剩林丹的话 还是很困难很艰难 因为王泽民的迅速比较平均 他没有让林丹害怕的东西 对 而且他也没有连续攻的能力 待会看 待会看打的什么样子 还是有机会 球界内21比17 马来西亚队是胜了第二局比赛 双方打成了1比1平 后面这三分球判断都失误 犯了两拍 可能是这个黄小熊的特点 不是马进那种特点 不是那个像马进那样冲得非常凶的那种选手 现在今天比赛当中还是暴露出来了 两个人在场上战术的执行的问题 没有没有 好 调整起来吧 自己啊 赶紧分着手 后来接着每个玩意 都每个玩意 都换一本 他就是节奏没问题 结发球也没问题 就在打的时候 甚至我们就始终慢场 别的球太软了 一直给女的在冲我们 所以把这会稍微一定要注意 别翻慢 你在前面的时候一定 你手点两个快 那男女的都在冲嘛 给两个对角给快点就行了 在这个我们在顺风的时候注意控制下 快的时候结合点打可以 在立风的时候就两边开 男的后彩没什么威胁的 不要打他的真手 就少打一点 加油 加油 好 努力就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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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凯的中办场的手上 这个确实还是他的弱项 从现在看 中办场的 手上太粗糙下手了 中办场就凑理 小技术还是欠缺一点 但是这个是上天是公平的 一般力量特别好的人 他不太可能手感再特别突出 不太容易 但如果是那样的话 你就是这个肯定是天才级的 所以说他要改变的就是这个出球 以后我就不用打暖胆了 我就出硬的 出平一点 出快球 再一个就是在以后这个训练 就是他打这个混双 我觉得对他真是一个挺大的一个锻炼 这跟余洋配他当然轻松了 对余洋前面全给你罩住 对方全是挑高球给你罩 对 这种球对卢凯来说也是挺好的一个锻炼 多发现自己的不足 对于今后的发展也是很有班准 弯 辣 对方的战术就很明确 我不停的打连贯的同时 尽可能把你两个人打开 就是打理的一些漏洞的地方 所以说然后再结合连贯 这个对业余爱好者 业余球友来说也是有这个指导意义 因为平时你打球 你也会碰到那种手上实力特别强的对手 对 这个时候怎么去尽量去化解对方的这种力量 是一个就是场上战术的一个指导思想 可是有一点其实很明显的要注意 就是当对方进攻 你感觉到他每一拍都有百分之百的力 或者百分之九十的力 你只要把这拍化过去了 他绝对连贯不起来 其实羽毛球的高手就是职业选手 他一般很少全力中杀 没有很少 可是在双打当中不得不全力中杀 双打 双打更讲究佩服 在以前的羽毛球转播当中 还是提到的非常多 双打当一个人进攻的时候 另外一个人要去封网 一定要补位 这两个人在场上的位置 是不断的在根据你是防守还是进攻 还是平球挡 两个人的位置是在不断变化的 这个球虽然是打到你的同伴手上 但是你要根据球打的情况 自己的这就属于在团体项目当中的无球跑动 对方在盯着你的同伴打的时候 你怎么配合同伴来 你来选择一个更合理的站位 一般来说就是进攻的时候 两个人要前后站位 成直线 基本成一条直线 或者往前的人是偏直线站位 除非你的大战士杀个大对角 你就尽快的对角的站位去移 防守的时候 一般挑了高球之后 往前的人就要撤下来 然后迅速的选择一边 一般就直线撤下来 然后后场的同伴去另外一边 左右站位来防守 基本的原则是防守是左右分攻 进攻是前后分攻 其实混双也是一样 只不说女选手 往前的更多 更多一点注意往前 打混双 业余爱好者打混双 就是女选手 就千万别老觉得自个能力强 我们这个打球也有好多女选手 是女性的爱好者 她自己觉得老站在往前 锻炼不着 出不了汗 所以老站在后边 但是你一站后边 人家盯着你的头上打 这输球的概率就很高了 业余爱好者一样 打混双的时候 你要想赢 就女的使劲往上冲 这样确实对于旅选手来说 缺少很多段落 他没有乐趣 就没有乐趣 他觉得没乐趣 而且他站在往前 他会怕球打到一点 所以一般他都是低着头 但是他这个乐趣 应该是对手跟你的实力一样的时候 就对方的女选手跟你水平相当 这肯定有乐趣都是在水平相当的时候 对 如果对方女选手跟你水平相当的时候 他会来跟你抢网的 发接发 那就能够能打出来了 再一个体育比赛 这个体育活动 最大的乐趣在于输赢 这还是一个最大的乐趣 你就说虽然是参与 但最后输了 你多少还是有点不高兴 还是赢了的那边 他得到的乐趣是更大的 虽然他不会外露 可是他内心的是一种很大的满足 双方的第三局开局 6比5 两个人就抢了 这种球对方接发球抹到两个人前后的中间 其实在派克上还是缺少了一些默契 这年轻的年轻选手 这些都可以 后期都可以改变的 不打比赛慢慢就会 他们也是从去年就开始搭了 两个选手在国际比赛里头 一个92年一个94年 今天周末的观众还是可以说爆满的状态 嗯 Service Server 7 0 这黄小琼吧就是我觉得他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坚决 像这个球他推完对角之后 他是有这个意识 对角现在应该他来拿 但是就是非常犹豫 对方过来的球 他老是在犹豫的状态下回球 回去的球的威胁就小了 好 在他们这个20岁往下的这年龄确实差两岁是两十岁 差挺多的 就是要是年轻最远差两岁的话 也差不多 差不多 其实可以说就是一批 全部都瘦吗 林丹都压了这么多批了 其实说是林丹压这么 其实李仲伟也可以说压了很多批 运动物 嗯 他太乱了这个球卢凯去抢了图曼的球 所以卢凯还是担心他接不到这个球 所以说他等 等于说卢凯再打一个单打比赛 他要照顾全场的六个点 有些球卢凯又抢球了往前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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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出界了 啊 接回来 整张 这个多拍 还是顾过自己的一个气势 不放弃 前面这个多拍 我们之前都几乎 可以说要丢分的情况下转变过来 马来西亚队还是男选手后场太没有进攻 虽然在整个的全面性上 两个人的衔接相对好一点 但是后场的进攻这一晚太没有了 也不行 本来下这两个选手他在场上还有一定的公通和交流 这鲁凯跟黄亚琼基本不说话 我觉得这但我们理解可以说是已经可以特别熟悉了 所以都不需要说话 你也可以这么理解 两个队员一个来自广西一个来自浙江都是中国对中国羽毛球的从省队来说的传统强队 广西这些年相对来说差一些 出来到国家队的身份相对少也比较少 11比10 在决胜局是鲁凯和黄亚琼领先1分双方交换场地 全部是我们的粉丝了 我们是没有胜?还是没有胜了 如果是的 自己是因为摄像进攻 不满胜吗 我可以吗 为什么会不会又弄 全部是真实的 你们都要用胜? OK 好 来 来 20 seconds 20 seconds 他满着大车 从前前后你再来反弹去 过头他反弹去 过头他反弹去 不要给老师慢过 慢过里头 我撑你这一排 好 两边是铁块 就盯着他快啊 这边啊 漂亮起来啊 很好啊 亚球就是拿球集中 特别是发球之后 发球你的集中力 不要拿太多 好 出卖一下铁凯 我也没完处理 加油 铁凯发 铁凯发 通过这个间歇 双方尤其是铁凯和黄雅琼 需要通过短的暂停 来调整一下心情和情绪 教练的指导师展新 还是要他们整个分工要明确一点 刚才写的场上跟之前一样 就比较混乱 看看出来 但是看一看 距离得好了 它是黄雅琼的 加油 doses 再损诃 跟四个分析 5个分析 Go 7個分析 2 中国的混双呢 就是男选手 由于中半场的一般来说 中国的男双选手 但是中半场都还是比较薄弱 但是西anship 所以一旦出现对方攻的时候 自己的防守是非常的没有把握的 这点中半场还是印尼很优秀 中半场的出力 我们的火关其实大体的看出来就是现在唯有一对就是张蓝赵运雷 整个全面就是张蓝 控制能力不错 主要是在取决一点男选手 其实这混双相对就是前场和后场 从这些年来看最好的混双是谢忠博 郑波 徐晨 这个都是男选手在后场就是用他们进攻的 这个球在头顶 控的非常漂亮 马来西亚队提出来换一个球 破坏一下节奏 通过中产的间歇 我觉得 亚琼他的整个往前更敢拿来些 情绪好一点 这个羽毛球比赛场地小 所以通过转播可以看出场上两个人的这种情绪变化 在这种团体比赛当中 而且攻的这弱点 这两个人的攻风配合还是相当的成问题 尤其是对方那个男选手 我觉得卢凯真是不太敢攻他 他手上出来的变化特别多 运气球 给到他正手 中半场 他都是炒对角 这个球是接发球 接好半场一个篮掉 16比12 这段时间我们在发接发上面呢 还是占据了主动的优势 盯着跟紧 17 1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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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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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2 2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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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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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 2 5 6 5 4 2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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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21比12 这个后半局就是发接发的时候是比较激动 抓的质量非常高 本来夏队他又不愿意起高球 然后但是你发球质量又好 所以他给前半场他的球都是从下往上走 但是丢的就特别快 最终这场球经过三局的苦战 卢凯和黄雅琼还是取得了比赛的胜利2比1 这样他们进入了决赛 在这次比赛里边 中国的混双也是提前包揽了决赛的两个席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